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周末了,还记得上周学的内容吗? 你的朋友问你, Qui on vi off de farras semi fine? 你要怎么回答? 比如说,我经常去公园, Mi off de iras alla barco? 我们来假设一个场景, 自己去公园玩, 看到了漂亮的风景或雕塑, 想要拍张照片,需要找人帮忙, 这时候应该怎么求助别人? 看了下面的视频,你就知道了。 Qui on vi off de mi? Certe, yes! Qui on vi off de mi? Comprendeble! Qui on vi off de mi? Certe, yes! Qui on vi off de mi? Comprendeble! 一般来说,陈述句前面加上处, 就可以变成疑问句。 处的作用相当于汉语的, ma,放在句首, 这一点和英文中度引导的一般疑问句是同样的道理。 Help be的意思是帮助, Bovie的意思是能,可以, 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 你可以帮助我吗? Certe,副词,当然, 可以作为一个句子使用, 来回答别人的问题, 也可以用来引导从句, 比如, Estas Certe, 给 mi bovas helpi win? 我当然可以帮助你啊! 第三句话的句式和第一句是一样的, 只是把Help be换成了Fotie, Fotie作为动词原型, 意思是拍照, 即物动词, 后面可以直接加冰语, Fotie的名词形式是Foto, 照片, 可数名词, 可以用复数, 最后一个单词, Compreneble的字面意思是可理解的, 但在这里表示当然, 和Certe同意, 大家可以看出Compreneble是个合成词吗? 它其实是动词Compreni和Eble这个后缀的组合, Eble作为后缀表示可以, 可能, 一般派声为形容词, 比如, Videble, 可以看见的。 学了以上内容, 你知道怎么请求别人帮忙了吗? 祝大家周末愉快! GIS REVIDO! 中文, 和Certe